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裡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最近有時見到一些朋友 他們年輕夫婦懷孕 會發覺在懷孕期間 有時會出現皮膚的痕癢 尤其是腹部 當然因為肚皮膨脹 在我自己的懷孕期間 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過 也記得有位朋友 他的嚴重度 全身都感染到 要怎樣止癢 在洗澡的時候 把花灑、熱水 開到最高最高 差不多要綠熟的皮膚 這樣來止癢 大家都知道 在懷孕期間 我們不可以亂負族的藥物 甚至乎用外用的藥品 去塗上去止癢都不對 因為始終皮膚是最大的器官 會吸收的 最近也看到在一個文章 有一篇文章 在這個角度上 說孕婦的痕癢 其實可能是孕婦膽執於積症 對於胎兒的危害性 是可大可小的 不是只是皮膚癢那麼簡單 不是皮膚癢 可能引致皮膚 背後反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或者是嬰兒的低的體重症 甚至在胎兒的公糧 逼死死亡 甚至是生生生兒的窒息 其實看來都挺嚴重的 袁醫生 我知道你處理了這麼多的病人 我相信在同類裂法方面 都應該會有一些辦法 可以幫助我們聽眾 如果真的出現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因為在一個文章上 甚至乎要在一個開刀 即是想著這種情況 要及時就診 即是是否要排除 是否真的這個問題呢 那他會怎樣去發現呢 即是是否這個膽質的問題呢 那他就會發現 他看看他那個酵素 要是谷丙轉胺梅升高 之前呢 即是這些全部都是酵素 肝酵素 或者是血清結合膽酸 那如果這些酵素 這些是明顯升高 那臨床上 基本上可以考慮這種病的存在 那好了 但對於這些病 其實沒有什麼效益的 那當然是為了那個產後 大量出血 或者產前應該 就會用一些補充維他命K 那也都是應該 是加強苦科的監護 那對胎兒呢 進行一些動態的觀察 至少每個星期一次這樣 那如果是懷孕去到三十七週呢 就應該是隱產了 即是說呢 即是可能有危險的了 不如快快快快去 去胎兒 即是早點生 那原則上呢 就不會超過預產期的 OK 即是不會被他捱過預產期 總之他做不出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馬上就等他引產出來 那當然呢 如果在懷孕期間 或者是臨產中 發現胎兒的心臟異常 或者懷疑是有 胎兒是有關內困固 即是stress 即是裡面有問題 那都要開始開刀了 要割覆產子 緊急的結束分娩 這個通常都是這樣用的 但當然呢 因為他們不敢用藥物的 當然是不敢用激素 那樣的 但如果是發炎黃膽啊 或者嬰兒的缺氧呢 那都是有你沒有你 就趕快把他引產 就開刀產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雖然呢 很多時候呢 在孕婦的懷孕期間的身體出現痕癢呢 其實都幾 common 是的 不是說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在中醫那裡呢 都是覺得呢 是那個膽質 那個骨結 就是髒了 塞了在那裡 所以就要用方法處理它 不可以這樣 但是 始終西藥呢 大家都認識了 西藥的副作用呢 是很危險的 所以很多孕婦呢 在這個時候呢 都不知道 不敢去用西藥的 那也都知道是沒有藥醫的 那只是呢 就觀察觀察 如果發現到呢 一個嬰兒子 是真的有問題了 那趕快就引產就算了 那在中醫那裡呢 就是我也有一個中醫朋友呢 那他說 既然遇到這種情況呢 可以用一下他 因為他有 他公司出產了幾好的靈芝 靈芝酵素 那還有呢 就有一個呢 是那些花粉的 那些是蟲花粉 那些spine 那些polin 那些這些都可以幫助解那個胎毒的 那樣 那這是一種的工具 那但是呢 那我和大家分享呢 其實呢 遇到這些情況之下呢 大家記住呢 在同學療法呢 亦都有很多好的工具 那我和大家分享呢 在同學療法的資料庫裏面呢 是有記錄了五個主要的療劑 是 那我和大家一隻一隻呢 來分享一下的 那其中呢 有一隻呢 是叫做煙草 即是真的香煙煙草 煙草 煙草 是在煙草那裏做出來的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我們有五種療劑裏面呢 我們選用那個煙草呢 那如果呢 我們發現呢 那種療養呢 是全身性的 全身性的 還有呢 尤其是 令到你睡都睡不到 OK 那這種全身性的療養呢 就可以考慮呢 用煙草這個療劑 但是煙草呢 也都有其他指引呢 很多時候用在雲車浪 是的 譬如有些人 在這個時候 特別是雲車浪的 或者對於煙特別敏感呢 那這個更加是可以考慮用這個療劑的 那另外一種呢 我們呢 叫做那個 Cypia Cypia 就是什麼呢 是蜜魚汁 OK 那大家認識同理療法的呢 都知道呢 蜜魚汁呢 是一個賀爾蒙有關的療劑 而且對孕婦呢 是更加是對的 那你知道呢 有時候孕婦呢 在懷孕期間呢 是出現一些色斑的 就是身體那裏呢 有些人神斑 黃黃啡啡的這些人神斑 那還有呢 在痕癢的時候呢 他發現呢 這些痕癢呢 就是 拗也都拗不好的 舒緩不到的 還有呢 在那個手的彎節位 手肘位呀 膝頭膏位是特別癢的 那有時候甚至是 含到呢 是有水泡出現的 那這些情況呢 如果這個痕癢呢 在戶外空氣是更加差 暖的房間就更加好 那還有呢 這些的孕婦呢 有時候呢 可能是特別呢 是比較多汗 和一些臭汗多些的 那這些痕癢的方法呢 就有時候呢 是拗了之後呢 就呈現粉紅色的皮膚的 那這種情況呢 我們可以考慮呢 就是考慮那個 蜜魚汁 那蜜魚汁是一個 其中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那除了之外呢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Coculus Coculus 我們中文呢 叫做印度防紀 Coculus Indicus 一個印度防紀 那怎樣應用這個療劑呢 那一般時候呢 我們會發現呢 印度防紀 經常應用的是 那些人是熬夜 嗯 睡得不好啊 或者要做通宵工作啊 或者要照顧人家 是睡得不好的 而導致呢 他失眠 這種這樣的環境之下 引發的失眠呢 我都會用這個 印度防紀 好了 那皮膚的問題裡面呢 我有一些什麼的 主要的症狀呢 我發現呢 這種皮膚呢 就是 攀熱的 那 有時候呢 那種 好像那些是 那些風冷的那些疹 輕輕啊 癢癢啊 有時候是黃昏之下特別差 還有呢 他因為很怕熱的 就不喜歡拿些羊毛那些 那些羽翁被啊 來蓋的 那還有呢 還有呢 如果你打開衣服呢 他也會癢痕一些的 那這種癢呢 有時候呢 就是粒粒米粒 紅色 酒米米粒那樣 痕的地方呢 有時候是在胸後啊 或者是耳後便的 这种痕,有一个印度防御coculus的疗剂 还有一个叫cholesterinum cholesterinum是胆汁的,胆管里面的症状 通常我们用在胆囊发炎,甚至是胆囊胆管的癌症 很严重的胆石,其实很痛很痛 这个就是cholesterinum,其中可以用的 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亦都可以用在那个痕氧 因为中医都经常很强调,肝胆脏是会导致这些痕氧的症状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的痕的点就好像红红 好像红铜色的一块一块一圆一圈 加上有肝胆前身的问题,可以用cholesterinum 是一个胆汁的,最后另外一种叫做 扁豆,扁豆是dolatros corinus 扁豆这个症状很有趣的 这个我经常用在一些老人家里面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他们的痕度 你打开一件衣服,是整件底衣的血迹来的 很明显的痕到,扁扁扁扁就出了血 整件底衣是血迹的 这是一个很多时候的老人的痕氧 我用这个,但是我发现,孕苦痕氧 这个是很好用的 这个症状你可以看到,它是全身痕的 但是没有疹疹的 又没有肿,又没有疹疹的 总之是皮肤本身痕,但是表面看不到的 尤其是肩膊那里,肩膊那里 手腕,膝头,还有头发的部分 痕得很厉害的 同样这种痕氧,晚上睡在床上 就会稍稍稍稍稍稍的 是一个适合孕苦用的治疗的酮 Contact 这种痕氧是适合孕苦用的酮疼 叫做扁扁AS Dorail Chosscorina 我相信大家如果困到这类的问题 这五种酮疗功 真的对于孕苦又大机会 虽然在怀孕期间,40周里面都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又要担心孩子成长的情况,遇到这些问题 刚才介绍了五种疗剂,应该就会大大帮助他们 好像度过了这些,不需要像我朋友那样 要录到皮肤都伤了,来做止痕,流疤痕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拜拜 好的,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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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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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